我們今次講到牧人領袖的個人質素 即是我們本身的質素 其實很重要的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我們跟人的關係 我們本身的質素 然後我們服侍的能力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很多人士奉其實他們有才能 有些人士奉的能力不差 不過他人的質素不太好 例如他容易懵惰、怒吵、控制性、不關心人 這些質素 我想問大家 你覺得這些影響人的事多不多? 其實影響很多 所以我們本身的質素都是非常重要的 即是我們基本上 每個都是信耶穌想服侍主 有些人跟神的關係很好 不過他的個人質素 不知為何由神來不到他的個人質素 就是某些地方卡住了 譬如有些人他很喜歡祈禱、讚美神 不過他很控制性的、很猛的 或者他要敬拜或者帶領什麼事恐 是他控制了 即是他可以跟神關係是好 但他沒有讓神進去他生命中的環節 或者有些人他也是跟神關係好 不過他的誤性的發展又不多 什麼意思呢? 譬如他講信息有什麼條理 講話就好像一堆爛爛一樣 一直這樣說下去 即是別人根據的時候是難一點跟的 他跟神關係好 即是說原來跟神關係好 不代表他整個生命會提升 這是需要這個人 讓神的工作進入他生命的每一部分 好了 我們看一看熟靈的生命質素 熟靈的質素 其實我們第一次講到和神的關係 不過這裡再講一些 簡單講一些 就是一個侍奉的人 一個仆人的領袖 很重要的熟靈的質素 第一就是良善和忠心 良善就是他的生命是善良的 是美好的 是對人好的 就好像耶穌所說 你們當父我的鞋 學我的樣式 學耶穌的生命 這就是良善了 我都聽過不少人去找我 我強調不是說那些人不好 不過很多人都告訴我 在祖長受傷害 祖長有些困難 祖長又不是很理會的困難 只是要他怎麼做 當他做不到的時候 有很強烈的說話 令到他的心受傷害 所以我們其實做什麼 在人的身上 就像耶穌所說 你想人怎麼對 你們就怎麼對人 但是人好像不懂這樣想 不懂回頭 他就想到他錯 我當然是罵他 他不好 我當然是逼迫他 他只是用他的角度去想 但是他如果想回 他曾經有被人傷害 告訴他你做得不好 你這樣做你怎麼侍奉 他都會知道很不舒服 但是他做了人的身上 他又忘記了 就是人這種分辨的能力 很多時候不是很強的 有一個叫PIE 你可以寫下 這裡沒有寫的 這個材料沒有寫到 有一個PIE 是幫我們去怎麼成長的 P就是PRAYING和PLANNING 就是祈禱和計劃 PRAYING和PLANNING 如果你寫了英文就寫英文 但是你怎麼都寫中文 就是祈禱和計劃 第二就是I PIE 你喜歡吃嗎 PIE 喜歡吃蘋果PIE 喜歡嗎 所以PIE字 你們記得容易一點 I就是implementation 就是實行出來 就是祈禱 求神給你計劃 怎樣去做 怎樣去改善 然後I就是行出來 implement 第三就是E Evaluation 評估 這是一個循環 其實是一個人想生命成長 我們需要祈禱和計劃 我們祈禱和神領受 到底我們有什麼可以改善 有什麼可以進步 這個祈禱和計劃 計劃可以怎樣去做 然後就行 行完便是評估 怎樣評估呢 可以問回你服侍的人 你覺得我有什麼可以改善呢 我有什麼地方可以進步的呢 你可以告訴我 這一種的心態 很多人沒有 就是很多人不敢 因為這就是缺乏安全感 即是它裡面的缺乏安全感 還不太好 所以它不敢問人 我是夢怎樣的 其實當一個人想成長 我想問你 你想成長 是不是要聽別人的意見 但是有些人是不喜歡聽別人的意見 很明顯 為什麼呢 因為別人告訴你 有什麼提議 他不喜歡 因為他想 他做了他的方式 當他這樣的時候 他的進步是有限度的 所以我們需要 我們知道 我們 我們祈禱 我們 其實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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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包括這個字 也都是靈聽別人的 就是聽到別人的意見 我有什麼需要改善呢 我應該說是放在E Evaluation 都問人 我有什麼做得好 做得不好 然後別人告訴你 你就祈禱了 有計劃了 如何去改善 然後走出來 走出來又再評估了 我現在改善了 我現在嘗試這樣做 怎麼樣呢 然後又再去祈禱和計劃 這個時候 人就會不斷的進步 有些人是沒有什麼進步的 有的 有些人進步很慢 有些人始終進步 但有些人始終不進步 其中一件 就是良善也需要進步 越能夠柔和謙卑 能夠聆聽人的需要 感受人的需要 我們看到耶穌 就算給得要否認他 他不是強硬的指責 他只是說我已經為你祈求 要你不至於失了信心 你回頭以後 你不堅固你的弟兄 就是非常有和 他只是說我為你祈禱 就是耶穌是完全在關心 當然耶穌有指責的 但耶穌指責呢 譬如說你信心少 接著他又說 你信心有一顆 戒罪種就能夠移生 那就是耶穌給人的感覺 就是說 這條路不難的 我的鞭是容易的 我擔心輕散的 耶穌不是被人覺得 嘩!你做也不行 譬如我們看一杯水 有些人總是說 你總是未夠 總是未夠 譬如有些人的子女 進步了 上次不合格 今次合格了 譬如60分 你一百分 你還要再努力點 那他就覺得 我做也不行 我去不了一百分 那他心就會失望 但是我們說 你上次不合格 今次合格 你真的進步了很多 你很聰明 你有這個潛質 你可以做得更加好 就是這樣 重點在他進步的地方 努力的地方 那這也是良善 對吧? 良善原來包括很多東西 欣賞人 聆聽人 知道人的需要 善待人 令人覺得舒服 其中一件事 很多人都沒有想到的 其實善良 或者對人好 愛 其實其中一件 包括就是令人歡喜 令人開心 舒暢 很多時候人會想到愛 就是我幫你 我祝福你 我提升你 這些都是的 但是過程 你想想想 是想提升的 不過那個人總是覺得 好像被刺一樣 例如你在幫他 不過他刺一刺 聽完你說的說話 就是刺 刺幾下 這樣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被愛 不會的 愛是令人覺得舒服的 我們看到耶穌 他和人相處的時候 那些人和他一起 是覺得舒服的 因為這都是愛的其中一件事 但這不是只舒服 愛也是提升他的 是吧 幫助他的 有時候幫助他 面對他的罪 但很重要 都是令到他覺得舒服的 所以我們都留意一下自己 我們是否有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忠心就是說 我們真是忠心做我們所做的事 怎樣做得更加好 而做得好呢 其實也都包括良善 因為在天國裏面 譬如我問一個問題 天國裏面 牧師 他最重要是他的才能 因為他怎樣對人呢 怎樣對人 譬如他講得很厲害 他帶你很厲害 不過他對人的態度不好 令到人 總之內衷也會被他刺一下 譬如他的同工內衷也會被他傷一下 這樣的時候 其實他都不是忠心的 即是忠心都包括對人良善的 那我不想你去 即是說 跟著我就去評估一下 我不是想你這樣的 我是想你評估你自己 別人的事是他的責任 你可以提議 但是呢 你要衡量 哪有你提議 哪有你提議 有時候你不問我 我都會提議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個人都提議 你就逐個教友去想 看看他有什麼要提議 那些教友 那些周年人 每個人都離開你 因為呢 這個不是我們 時時去找人的不好的地方 有一天 你去到耶穌面前 都說 你有糧事有忠心服服人 好嗎 好啊 所以我們要留意 我們是否令人舒服 而 首先由你的丈夫和太太開始 你會否令你的丈夫覺得舒服呢 因為你 廣東話有一句 比較粗俗 壞人 你還沒做到 啊 這麼懶 因為是令到他覺得 他做什麼都舒服的 那你就能夠提升他了 好了 接著是欠虛的心 在《哥林多前書》四章七節 這裡我沒有寫出來 四章七節 《哥林多前書》 此理與人不同的是誰呢 你有什麼不是領袖的呢 若是領袖的 為何自誇 彷彿不是領袖的呢 令到你和人不同 你是誰呢 你有什麼東西不是領袖的呢 《哥林多前書》四章七節 有什麼東西我們不是領袖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財案 我們的健康 我們所有的大自然一切的東西 有些人說我做公司有錢 如果沒有太陽與水 沒有種子 沒有各樣的食物 在這個世界裡 你做公有沒有錢呢 做公也不行 這都是神所賜的 所以其實我們一切都是神所賜 我們有任何財況都是神所賜 這樣的時候 為何持瓜仿佛 不是領袖的呢 為何要誇要呢 因為神給人有多有少 其實給多個就向祂要求這麼多 給多個不僅要求多 也要求祂的生命更加提升 你的生命和你的恩賜相稱 譬如這個人 他能夠做很大的報道會 譬如有人在非洲報名康 那些報道會 超過一萬人 不是 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的聚會 這麼大的聚會 但如果他性格的問題 是不是神要求他更多 如果他做這麼大的聚會 那些人當然期望他 是一個很敬虔的人 怎麽知道他的生活不是 就會真的規脫神的榮耀 所以我們都學習神了 我們個性有不完美 幾好幾好的人都有不完美 所以我們接受 我們總有不完美 也都是看別人好的地方 不要只看別人不好 看別人好的地方 看自己呢 中國人就說 看自己的檢討 這是需要的 不過你又不要經常看自己的不好 這個又會錯誤 你經常都說 我都是不行的 我都是沒有智慧 我都是沒有能力 那你又不是好 不過你看到我們改善 保持謙卑 但是我們感應神給我的恩賜所有信心 即是兩人平衡 不要只說 我看那些不好 那又不是對的 我們就看別人好的地方 那又看到不好的地方 我們都衡量的 求神帶領我們 是否需要處理呢 就是這樣 好了 願意高舉處而謙卑自己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還有謙卑地服侍小弟兄 那這個都是謙卑 溫柔 溫柔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因為信靠神 所以不急躁 不用急的 不用急的 我見過有夫妻上台分享 那個丈夫沒有出聲 那個太太快出聲了 立即不懂得說 有很多人以為這樣就會有可行 這個其實是謙卑 大聲就有可行 其實不用的 鼓勵人欣賞人 你可以的 你已經預備了 你可以分享到的 這樣的時候他覺得舒服 又不強勢 不像我要霸著你 其實這個我要霸著你 我要控制這件事 如果我不控制這件事 這個世界會塌的 是不是這樣呢 聖經講得很核製的 我們是牧養群羊 不是核製 但很多人都覺得 是需要核製 其實我們需要帶領 牧養 照顧 亦都給他們指示 我們需要給他們指示 當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需要處理 但不需要是核製 讓他們知道醒覺 這件事你做得不好 你會怎樣呢 即不是用核製的方法 然後整個人的整個生命 第四點就是平安 這件事真的從神而來 親近神的時候 你的心就會平安 就會起落 正面 這件事很多人不懂得分 什麼叫正面 什麼叫負面 譬如說 他有困難 哎呀我又做不到 他又不知道這個是負面 他又說 哎呀 這些人都不好 他又不知道這個是負面 然後就告訴自己 哎呀我真的不行了 不知道這個負面 其實這些是 即是說當人說不行的 做不到的 沒有希望的 沒有用的 這些都是負面的 即是說在神裡面 永遠都是 什麼都可以衝破 那有些人當然說 不行你 我的丈夫很難搞的 怎麼改去呢 總是沒有希望 但是我們這樣想 他改善1% 可以不可以 你對他好一點 他會改善1% 他會的 其實他很好 他又好 那這就是正面 找他的長處 然後他有沒有改善 他有改善 那就是他可以繼續改善 那他說 他不是很像別人的老闆那麼好的 那你 初頭你選的時候 你不要選他 你選別人的 你選別人的 但是人就很脆弱 那就 選了之後 就總是說他不夠好 其實有時候 就算選了一個最好的 都總是說 哎呀 認識了你那麼久 我就發覺原來你那麼不好 其實我們看他的好 看到他有什麼改善 立刻欣賞他 他就更加好的 越欣賞人 人越好 即是正面 那些人 那些正面的東西 就出了 如果負面 那些人的不好 那些東西就會出了 正面 樂觀 就是說 總有方法解決的 不死得的 因為我們有神 所以我們是樂觀 世人可以是悲觀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世人是可以 世人是可以被這個世界影響的 就是他們 當他們有病 當他們沒有人幫他 的時候 他真的可以很困難 或者入了情緒病 而得不到醫治的時候 是的而且確 這個世界上有人 是可以很慘的 但基督圖 是總有出路的 是不是 阿里多人 還有呢 會關心人 看到人就想著 可以做得 接納人 接納人 他有不夠好的地方 和容易跟人交往的性情 就是說 令人覺得舒服 這個人就算不聰明 我都讓他感覺到 他是被愛被體重的 不用一定要聰明的人 才在這個世界被接納的 好了 下一部分就是 侍奉人員的性情 性情是非常重要的 史上那些屬靈的質素 第一點 大家可以拿到我的意思 感性、理性 可以隔著它 然後你聽完我說 就可以慢慢回家看 現在不用看的 那些內容 你拿到的意點是什麼 就可以了 我想說說感性和理性 人是有不同的傾向的 下面我也有說到 不同的性情的傾向 有比較感性 有比較理性的人 感性就是說 他感情比較豐富 他會容易感受感覺 他會 亦都可以 是容易被他的 感覺帶領 即是容易被他的情緒影響 理性的人 其實很多人 其實人兩面都有 一定兩面都有 不過多還是少 理性的人 可以是少些感覺的 有時候可能 神創的人 本來每個人都有感覺 不過因為他理性的成長 和社會的影響 周圍的人的影響 他慢慢的感覺 麻木了 但是理性的人 本身的質素 都是他會強調多些 那個人應該做我就做 那個人應該吃我就吃 就不是他的感覺帶領的 他是他的思想帶領的 但是有時候 理性的人 又不一定 他的理性很合理 他可以有一張歪理 譬如有些人 他覺得 他的歪理是 這個社會是不公平 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要奮鬥 他是理性的 他的理性是錯的 這個 就是說 人是有理性和感性的傾向 我們首先明白我們自己是哪一邊 其實感性和理性的分別就是 他用什麼做決定 他用感性做決定 就是說 我喜歡做的東西 我feel good 我覺得那東西是我喜歡的 這個就是感性 就是他用感覺來帶領他做決定 理性的就是說 他是用思想去 思想不一定是對的 他不一定是正確的 他用思想來分別應不應該做 其實一個人可以兩方面都有的 首先我們分別我們自己 譬如有些人 他和一個人結婚 他是因為 我和他一起我喜歡 或者我 總之我是 感覺好像繼續想和他拍拖 我就和他拍拖 未必有理性 可能他理性也有分別 不過他的理性是很小的 譬如說 明明知道很多人都說 這個人有些問題 但他又沒有什麼 因為這件事而衡量 周圍的人說他不好 但他說 我和他一起我喜歡 他也有人對我好 那就可以了 或者他說 我不想單身 我不想單身 那我就要結婚 我結婚 他也可以 他可以用他的感覺來帶領 但這種感性的人有他的強項 他強項是什麼呢 他容易感受人的感覺 譬如人傷心 他容易感覺到一些 理性的人感覺不到 譬如你很傷心 他只是教你怎麼做 他不感覺到對方的感覺 其實這個世界需要兩種人的 因為人需要理性向前走 需要去建設 這個社會很多建設都是理性的 人的需要關係 人際關係 家庭需要溫暖 人需要朋友 人需要感性 所以神創造兩種的性格 當我們知道我們是理性的時候 那我們就發揮我們的感性更多 那你怎樣發揮感性呢 留意一下自己的感覺 有沒有壓抑了 有沒有隱藏了 留意別人的感覺 嘗試回應他的感覺 這樣的時候 你的人就比較完全 有感性的人 就不要只是用感性來帶領 也都是用理性 不要只是說我喜歡他 喜歡他 所以我就跟他結婚 我們都要想清楚 我們要分辨 並且用客觀的方法分辨 有些人說他對我好 那麼衰 他就將來很好 這是理性 這是理由 但這個理由是有些問題 他追求你當然是對你好 但你要看他對那些他不喜歡的人是怎樣 如果他對那些不喜歡的人 他看小的人 他經常都呼呼喊喊的 他不理他的 這樣的時候 他是有問題的 我試過一次在街上 看到那個男女 那個女人捱著那個男 那個男人在那裡說電話 我一聽聽 我猜到他在做什麼 他就說 哎呀呀呀 心裡心裡心裡 還在追著我 做什麼呀 可以了我會回家 我自然回家 很粗暴的意思 就是說 你不用催我 我會回來的 那女生就在那裡 很舒服 他不理家人 他跟我一起 很溫馨 但是他沒有不知一件事 他將來都是同樣對她 他將來都是這樣 你不滿我 我要去解 當他不願意跟他的父母溝通的時候 他將來都不會跟那個女生溝通 但是那個女生當時覺得很舒服 這個就是沒有分辨的能力 就是他對我好 他沒有想到 他對他的父母也這麼不好 就是他是有問題的 就是能有這個理性的分別 所以呢 我們一個感性的人 就學習理性的方面 而我們就知道 其實每一種性格 都有健康和不健康型的 我跳一跳去第三個 那裡 然後呢 你就這樣選了健康和不健康型 就可以了 那你聽我說就可以了 不用看那裡 感性有健康和不健康型的 怎樣叫健康型的感性呢 他很感受到人的感覺 他很懂得呼應的感覺 很懂得安慰人 而他裡面的那些感覺 他能夠懂得處理 他能怎樣親近神 能夠安慰自己 能夠化解那些不開心的東西 那這個人就成為一個健康感性的人 不健康的感性的人 是周圍都有的 是怎樣呢 他是知道人的憂傷 他會有時感受人的憂傷 但是他呢 也都可能用他的感覺來帶頭 哎呀 整天都這麼憂愁 哎呀 哭不哭啊 還有他自己呢 都是被感覺帶領的 一煩 又會失蹤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一些人失蹤的 他明明約好 為何失蹤呢 今天不開心 今天面對某些事 在裡面呢 時事都是反反覆覆覆 喜喜覆覆的 尤其呢 多一個人在戀愛 是很昏然的 很多人以為戀愛是很舒服很溫馨的 如果兩個人都是有些問題 就不是的 其實他們 一人起一人低 一人走 他是不是愛我 哎呀 很煩啊 不開心啊 整天都是這種反覆的狀況 這就是一個不健康型的感性型 其實不健康的感性型是很辛苦的 做人都很辛苦的 大家都留意一下自己 是不是有種不健康型的感性 好了 理性的 健康的是怎樣 理性健康是說 他會懂得分別的東西 以後我用怎樣好的方法 即他如果能夠健康又有感性 怎樣顧及人的需要 怎樣有計劃性 怎樣能夠做得更加好來進步 那他就是理性了 但是他的理性可以不健康的 就是怎樣 我的理性適合的 我的理由適合的 你個都要聽我的理由 即他變成了盲橫 變成他堅持他自己的看法 他有他的看法 那這一座就是 即是說不健康的理性型 或者他完全對於感覺一點都沒有 那這些我們都分辨一下 我們自己是哪一種型 是不是有健康和不健康呢 好了 第二 就是把其他一些性情也都分出來 其實狗型性格 大家都可以看到狗種的性格 還有就是 這是一個很古代有的一個方法 分析人的性情 而他有一個重點 就是每一個性格都有健康和不健康型的 還有一個人想追求更加 但是各方面都比較完美 就是不能夠完全的完美 就是 這麼多種性格都有的 就是這麼多性格都發揮出來 譬如說也會發揮感性 又會發揮理性 又會發生 第七型的一個喜樂型 開心享受型 也會發揮享受 又會發揮他領導的能力 又會發揮他跟隨的能力 這個人就是全面性 如你見譬如淵美主義 很多人覺得淵美主義 很多人的感覺是負面的 通常就説淵美主義就是 成功 你不行 你有什麼不好 這個就是淵美主義 神是否淵美主義 神要不要求我們想更加好 要求我 不過用什麼方法 祂從温和感動你 帶領你提升你 讓你知道你是寶貴的 所以神是完美主义 九型性格全部都有了 不过全部都是健康的 一个健康的完美主义会怎样呢 他看到问题在哪里 但他就会寻求一个健康的方法 好的方法 如何去提升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健康型的完美主义 不健康的完美主义是怎样呢 见到人就说 他这么坏 这个人我不喜欢他 这个人不是我和他在一起 我不想见到他 这个是不健康的 常常抓住人的 或者自己其实是一个指控人 他都常常说自己 哎呀我真的没用了 哎呀我常常都做不到的 这个就是不健康的完美主义 所以我们留下我们自己 是怎样能够有这些健康的性格 就是怎样脱离他这些不健康的性格 第二就是有些人是比较表达性 有些人是内在处理 这个是一个自然反应来的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我是内在处理的 怎样知道一个人是内在处理的外面表达性 就是当你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没想完即时说 那个就是表达性 内在处理呢 你问一个问题呢 他会有时他不回答你 有时他会迟些回答你 他处理完才会出声的 就是说人有时不开心 表达性是怎样的 他就不停就会很想说出来的 一个内心处理的人呢 他会里面尝试处理 有时处理完他可能不说的 有时可能会说的 当然这个有两极的 有些就是说极端的表达 有些是表达没有那么多 但是都是数据多的 而内在处理有些是完全你很难在口里听一句话的 或者有些都是懂得表达出来的 所以健康的表达型呢 就是说他要学习不要过度的表达 有些人呢 你跟他聊天 其实这些呢 我们都留意我们有没有什么情况 如果你发觉你自己或者某人 你跟他讲一句话 他总是讲他的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他是不停 一路讲内一路讲内 那么你没有机会回应他 一路听内一路听内 那什么时候会停呢 不知道他讲一句话 是不是想回应呢 有字不是哦 但是他就是想表达 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健康的表达 那健康的表达性格是怎么样呢 他会将他内心 他所感受 他犯了一个困难 他有什么变得可以做的 他都表达出来的 你没有人觉得跟他很容易 认识他很容易跟他一起合作 那这个表达的时候 也都顾虑到人的感受 他讲一下会停不停的 我们都要习惯 就是你不要说一路读白 十分钟十五分钟 哇 那天开始不太听到你讲什么 有时候有些人问我问题 说的一样 然后第二样 第三样 然后第二样 开始第三样 我说等等等等等等 等我回应一下 第二样才是第二样的 那这个表达也想一下对方能否吸收那么多 他有什么回应呢 所以他的表达是建立人 令到人舒服 令到人不舒服 好了 内在处理 内在处理人要学他表达了 就是那个倾向 就未必会 就是他可能不是表达很多 但是他处理了 他都将他的想法讲出来 还有他处理的时候 他说 你让我先想一下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因为很多内在处理人 他不出声 那太太就问他了 他又不出声 他在里面处理 他没有告诉他太太 那太太你都不回答我 干什么 但是他可以出声 他说 让我先想一下 我需要想一下 而太太需要放手 好 让他想一下 就不要说 你需要什么想 哎呀 我一看就想了 你为什么这么想 想不下去 有些人是要想久一点 他想得比较细一点 不是代表他的性格 一定是不好的 下面我说到 有些人的性格是早做决定 有些人是慢慢思想 和拖延决定 拖延决定 不是一定不对的 拖延决定 我用个例子 当我要买一个机器 或者买一个背包 我是会看好很多店铺 我心目中有我要的东西 我会看一看一看一看 看完呢 我认为我可以买 我就买了 但我认为我不可以买 我都买不到 我再看一看 那我就会迟些买的 但有些人就很想快点决定 哎呀 很快 哎呀 这个可以了 就买了 可能回去后悔 所以早做决定 不是一定好 有些人 哎呀 哎呀 嫁了他 哎呀 我 哎呀 我拖延了 搞了这么久了 有时候可能后悔很久了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了 这个就是做决定 需要很快 有些人想很快 有些人是会慢慢看清楚才做决定的 未必那些人是不好的 不过呢 不过呢 也都是 極端呢 又会犹豫不定 犹豫不决 就是说 总是做不到决定的 那这个又有个问题的 那刚刚呢 我和太太一起吃饭 我都留意到 旁边的人呢 就是我们观察这些 我们就不是批判的 不过我观察 其实我都喜欢观察人的 观察人呢 让我这么认识人性 那我就发觉呢 有另一个围台呢 已经来到就坐在那儿 那些叫完那些食物 那些食物都来了 但是这个人走到那儿看 看来看都不知道叫什么 始终没有叫到 那到我们走的时候都没有叫到 那就是有些人是 他会用很长的时间做决定 那这个东西也都不是一定错的 不过当然有极端 就是有极端的 譬如说 九月开学了 那你要决定 你去哪家校读书的嘛 那你始终哎呀 这家我又不行 那家又程度低 这家程度太高 哎呀 想来想去 每天都在反复思想 哎呀 死了去哪儿呢 想来想去都没有决定 过了九月了 那人辞在 那你做不到决定 你是不是都找一个决定 都比你没有决定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游而不决的人 那这个内在处理也是的 有时他会游而不决 就是他会 他里面处理 你总是想也想不到 他又不表达了 这次周围的人 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我们要学习表达 好了 在他周围的人 又要学一样东西 就会怎么跟他说呢 我知道你慢慢想 不过不要紧 你不如告诉我 你不如告诉我 你在想什么 你告诉我 你在考虑什么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们一起想 那这个就是隔壁的 我可以帮他 就不是很吹他 哎呀你快点说话 你怎么经常都不说话 你口有没有 你怎么不出声 这就是我们认识自己之彼 我的性格 他的性格 如何相处 其实现在有很多性格分析的方法 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视同有帮助的 为什么呢 你会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 发觉他这种性格 原来呢 原来是符合那类的性格型的 这种性格型又会这样的 那这个都会帮我们的 不过有些人学了 又给了老师了 不记得我学完呢 不记得了这些东西 有什么用呢 这个是需要你真的实用的 比如九型性格 当你学到之后 你就分析这个人是这样的性格 于是我跟他相处是这样的 你见到他的反应 留意他的反应 他的反应是这样的 就是代表他心里面 是想到什么 他有什么感觉 这个是我们的认识我们自己 那我们自己 例如我自己 我跟大兄姐妹一齐 我是有很多表达的 但是我跟某些人一齐 我未必有很多表达 我是会等机会 我基本上不是一个 很多话说的人 不认识 我说 牧师你不像 上台有很多话说的 因为我这个 我处理了要表达的教导 但是几个人吃饭 我都会聊天 譬如 和第一姐妹不同 因为第一姐妹 有期望我去 关心她 也不同 譬如 我的同学 她们每一个都自己 好照顾到自己 那我呢 有些人真的 从吃饭到吃完 都一直说话 我没有这个冲动 很想去 又说东 又说西 又说新闻 又说这些 我没有这种的倾向 那我呢 是会 我留意到一些位置 我会说话的 就是我是想完才说 我不是说完才想的 那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 就要学习 如何表达 就是一个人内在处理 我们就学习 如何表达自己 在我思考的时候 我都要提醒自己 虽然我提醒那个人 但有时候我都不记得了 有时候我太太跟我说了 那我就想了 有时候不记得了 告诉他 他就在那定型 没有反应 他又问我做什么 我说 哎呀 我在想 我当然不会回答你 那我就要提醒自己 下一次 我一想的时候 我说 你先等等 我要先想想 还有有时候人呢 是会将他的思想过程 说出来 就没有将他跌局过出来 那我也试过一些这样的情况 那我感谢神 让我太太 好找我妈给我听 那我又好找我妈给她听 她又问我 今晚出不去吃饭了 那我又怎么回答她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即是出不出呢 她要问我才行 因为呢 我是在想着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我的意思在想着 我应不应该出呢 我做不做得到呢 可能我里面都 都可以的 但我又没有说出来 都可以 我又没有说出来 那她就问我 那你其实是想怎样呢 那有时 就是她发觉 她问我的话 我是没有回答到她的 而我发觉 自从她说我之后 我就留意有很多人呢 有时跟她说话 她是会不回答问题的 她是会说了另一样东西出来的 那我们要引导她回答了 其实我们在侍奉很重要的 对不对 就是说 为何侍奉有团队 有团队的时候 大家溝通 有些又不说话的 那我怎样去引导她呢 也都不让她觉得被压 就是好像逼她说话的那样 而我们要接受的事情 每一种性格都有她的长处 一起说一次 每一种性格都有她的长处 而当她健康型的长处更加强 当她健康型的长处更加强 因为理性的人很难明白 感性有什么好 就是觉得又哭又笑 又犯又失踪 感性的人又觉得 理性的人又整天都在想理由 又整天都在想理由 你都在想太多了 我是不是接受 但其实神是很有智慧的 譬如男女的分别 人也很少明白 为什么男人是这样的 不是那么多话说的 男人又为什么女人 那么多话说的 两个人就不太明白 当你明白 我们就说 我们明白 原来男女不同是神创造 如果全世界都是男人 但是假设 这样的时候 家庭里面 好像有些人说 三个男人傻居居 真的 没什么丹真 没什么说的 如果全世界都是女人 三个女人一国去 还有很多人制的问题 你会回家 如果全个公司都是女人 哇 很多竞争 比较 哎呦 那个老板 看起谁 哇 很多这些比较 那么呢 全个公司的男人 也很满 还有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呢 这个都是 原来神就有智慧 为什么呢 因为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所以他就做不同性格的人 配搭在一起 这个是神的完美 就是神那种智慧 是啊 当你想到神那种智慧 神那种智慧 你怎么会做这么多种人 为什么会做这么多种人 不过因为人类犯罪了 那么多种人都有问题 如果人类没有犯罪 那么多种人是非常完美的 去到天堂 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性格 我不知道天堂的相处是怎么样的 我根据有些人去过天堂 这个不是绝对的 他们就不是说到 全部时间都是敬拜 都是有一些交往时间 那实际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不过到时你都会发觉 他的性格是有不同的 这个你到时看到 他的性格的强项 原来感性的人 去到天堂 他很感受你的感觉 一个理性的人 你去到天堂 他又很有理性 不过他一定有感性 这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哇 老公 原来去到天堂 那么好 以前好像觉得他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 我们更加追求在我们的性格上 更加健康的 这里第三项 通常不健康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就是不关心人 自我为忠心 情绪控制 急躁 而健康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他关心人 内心 柔和 这个都是 这是第一项 第一项 就是第二 中文第二 然后第三项 就是说到健康和不健康的状态 好了 接着第四项 性格 有些人是容易受伤的 当他受伤的状态 他容易停留在受伤的状态 其实这个也是感性型其中一个质素 就是他的感觉比较柔和 比较tender 就是比较柔軟 所以他比较容易受伤 我们都留意一下我们自己是否容易受伤 有些人受伤的状态 我认识 我认识 我不回教会了 有人对我说一句话 以后我不想回教会了 基督徒都会这样说 我接受不了 有些人受伤的状态 他受伤的状态 就会很难处理到 我们也要留意一下 我们自己是否这样的 性情的人 就是说这样的人 就会 譬如曾经 以前我们在团契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过 有时他们会说 我又不喜欢跟他开组 我不喜欢跟他开组 我又不想避免 我想避免一些大冲突 如果我跟他放在 明明他说不想 我又放在他的组 他又不回了 他又会在组 又不出声 所以我都要迁就 某些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有时候有些人的情况 都是比较难搞的 当然这个其实 现在来说 我会帮他处理 但是处理了 有些人都是不够的 他说 他处理了 是的 我心里会处理 但我不太喜欢跟他在一起 这样的时候 也是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明白 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有没有这种 容易受人的伤害 或者是另一种 就是说 靠主得医治 我能够接受人的罪性 其实很多人的问题 为什么他能不能跟人相处呢 他接受不了人 就是有问题的 他信耶稣 有没有搞错 怎么会有问题的 他是组长 甚至他是传道人 因为有问题 没有理由的 这个就是接受不了 其实人人都有罪 我都有罪 就是需要处理 就是我们看到人有罪 其实觉得 有什么奇怪的 有很多人跟我说 哎呀 我又犯罪了 神又不喜欢我了 神又给了我一个意念去回应他 神又说 你有罪有什么奇怪的 我都见了 每个人都有罪 我都没见我没有罪 我见到一个悔改 我就很欢迎 他见到你有罪 你也不奇怪的 神又说 你有罪 搞错 你有罪 你怎么可以的 你有罪 神是这样的 是不是 个个都是这样的 不过你说 我有罪 我需要耶稣四面 神就很欢迎你 所以不用整天 哎呀 死了 我有罪了 哎呀 我又快了 哎呀 我又做不到 你立刻悔改 神就很欢迎你 所以不需要 接受人的罪性 接受人的问题 于是我们就能够 去接纳他 善待他 好 现在我们说第三点 处理内心的负面思想和情绪 这件事都是一个人的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我们的生命如何被提升 是很重要的一环 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侍服者 就是你里面的负面的想法 大家可以先看看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首先会想到 哎呀死了又来了 哎呀 好难搞 这个人真的很难搞 哎呀 好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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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说 好 这个人有问题 我如何处理 这个人 我想问你 你是哪一种 人的本性 通常都是第一种 多一些 哎呀 好烦 哎呀 又遇到这样的人 通常是会这样的 但是其实 是不是真的 第一 我们的情 我们的 自己的思想 是不是这么难 就是这么难处理 就是比如说 这个人很坏 我就要 哎呀好 我不喜欢 我不欢喜 我觉得不好的 我觉得失望很困难的 是不是这么难去处理 这个负面思想 和这么难处理 这些负面的情绪呢 我想问大家 就是有一个很困难的人 其实困难有几种的情况 处理的程度 第一个程度 就是 都是小困难 我们接受它 它是这样的 我们慢慢引导它 有些小问题 有些是稍为大一点点问题 那我们都会 跟它谈啊 帮它啊 它都未必会过得了 我们都接纳它 有些人很严重问题 有些人 是需要高度的处理 如果它不肯听 甚至它要离开小组 因为它会做破坏性 它会打到那些人 说很多闲话 攻击某些人 它会说一些说话 令到那些人 又说哪个人的闲话 哎呀哪个又生气了 哪个又生气了 哪个又说我 你这些什么不好 哇 这些人在小组 是有问题的 如果他们是有问题的 有些最严重的 你是要他们停止的 那这个呢 我想问你 其实这个是否很难很难呢 不过有些人说 不行的 我没有这个胆量啊 哇 不行的 当然我们可以 找全球人帮忙的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需要找全球人帮忙 我意思是 最难最难搞的人 是否没得搞呢 其实也有得搞的 那所以呢 其实我想给大家一个意念 就是说 我们的思想 不需要说 没得搞的 就是我们的思想 总有解决方法 一起讲 总有解决方法 当然我们不想有这些麻烦 最好就是 哇 大家顺顺利利 一起同心合意 啊 你也是这样的事 我也是在天堂 这样示范 不过 是不是经常都是这样的呢 不是的 因为人总有问题 那我们就学习 我接受人有问题 人有问题 不要紧要的 我们就来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就是去帮助不同的问题 不单止帮外面 也都帮助私奉的团队 所以呢 我们能够处理负面的思想 我想问大家 当你起床 哎呀 很多事情要做啊 这个是负面思想 两组看法 可以说 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好啊 我今天可以祝福很多人 但是呢 你也可以说 很急啊 这个负面的思想 跟着带出一个负面的情绪 通常有思想 带出一个情绪 当你有负面思想 难不难处理 我想问你 哎呀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要处理了 哎呀 很难搞了 难不难处理 我想问大家 其实不很难 只要你刻意 和有信心 一定可以处理到 神一定帮我 我可以有聪明智慧 那时候是不难的 不过 人 总是 觉得 就是 人很多时候 不太理智 一有困难 哎呀 很难搞啊 啪啪啦 不做啦 不侍奉啦 哎呀 我不想回家教他 有没有听过这些话 都有啊 就是 哇 就是觉得很难搞 就是有些人见到困难 就将困难 哇 扩大到 好像无限量 那样的 但是其实 总有方法 这个是信念啊 还有呢 我们多念圣经 圣经 说了很多这些话 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我们不会与试探 超过我们所能受的 神有能力靠着 那家国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就是你的心中经常有这些金句呢 当你有困难 你就会说出来 说出来呢 就是你念熟这些的金句 这样呢 你就会 在有困难的时候 你立刻懂得处理 还有接受人是罪人的 就接受呢 我不需要给他影响了 有人说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不用怕他啊 人总有方法可以处理的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思想就可以变得正面了 还有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 可以大大发挥的 但是这个意念 很多人都不放在心里 很多人的心就是 哎呀我都是做不到什么的了 哎呀小人物啊 small potato 哎呀你放在角落头可以的了 哎呀你放在角落头可以的了 我就是做小小可以的了 哎呀你做吧我不行的了 这个意念都很强硬的 你还叫他做什么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我就觉得很困难 那这个思想都进了个心呢 就影响了整个人的了 那我们有没有那些思想 进了我们的心 影响了我们整个人呢 我们就求主给我们看得到 你日常生活 留意你的思想和情绪 那有很多人的情绪呢 是什么呢 平日呢 有些呢就是 多数人呢就是在一路 繁忙的 哎呀我有些什么做 有些什么 哎呀很烦 很不开心啊 很困难啊 那另一种呢就是呆滞 即是 他又不是特别繁忙的 不过他就是 哈哈哈哈 真的 好像 好像 呆滞 就是思想是没什么去想的 不过呢都是呆滞的了 起落的人 真的多不多呢 就是走一旦 想着神 Hallelujah 多谢天父 Hallelujah 其实起落 某程度是需要刻意的 你需要刻意 想一下神的恩典 你才会起落 那你行街 在尼顿道行 怎么起落 真的有什么起落呢 但是你就在想 哇 神有这样的恩典 我可以祝福人的 我今天去侍奉 神一直为我开路的 那你才会起落的 就是有个原因的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学习 停留在这个正面的情绪 和处理负面的情绪 每一样的负面情绪 其实多数因为人 事 自己做得不好 或者跟神的关系有问题 都是几样的 事 就是这样 神 人 我 和事情 这几样东西 引致我们会觉得 情绪上不好 或者思想不好 那你怎么处理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些神 神 如果你听我的教导 很简单说 你亲近的人 他就很欢迎 你爱他 他就很欢迎 你悔感他就很欢迎 所以很简单 你做得不够好 很多人说 我祈祷一下 没有半个小时 只有三分钟 你三分钟 你都说 多谢神 神都欢喜 神欢喜 我又可以祈祷多些 但不是给自己压力的 和神的关系 其实你做得不够好 你就说 我做任何事 跟我说一次 我为神做任何事 神都欢喜 所以我做得轻松 我又可以享受 我又可以做得更多 但不是要有压力 不是要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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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祈祷不够 当然 我又不想人家变得懒 不要所谓 而是说 我一祈祷 神就喜欢 就是我们体重神 神是最好的 于是我喜欢祈祷 但我不是一种压力 我一有做 我就清晨自己 上次我说过 互动的祈祷 互动的祈祷 因为祈祷的时候 神是欢喜的 神接立的 我悔感的时候 神接立的 这样的时候 跟神关系就变得很简单 我做什么 神都欢喜 当然不是犯罪 那些 为神做任何事 神都欢喜 所以我一做 神欢喜 我就很乐意去做 这样的人不是轻松 跟神的关系 我真的有很多罪 很多罪 会悔改 以靠耶稣 就是这样处理 不是那么难 人的问题 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因为人就不像神 神很简单 人就有很多麻烦 那我们就分辨了 分辨人 是怎样的 有些人是善良 是好的 不过他有些脱点 我知道 我又接纳他 我怎么提升他 但我不需要给他影响 有些人是比较害性的 有些人是他性有困难的 那我们知道 我们就学习 他说句话 我都曾经说过好几次 他说句话 垃圾我们要不要吃 不要吃 就分辨到 我的价值很重要 就是我的价值是重要的 一起说 我们每一个人有造型的价值 我心里有价值的 我心里有价值的 我可以大大给神使用的 我不需要因为人的 如故而受伤害的 我心里可以发挥的 我可以喜乐的 我可以享受生命的 这个很简单 就讲到如何处理人的事 我待会可以再讲一讲 在休息之后 但我基本上真的说 其实不是那么难搞的 不是那么难处理的 是可以处理的 我们是可以不受人影响的 你有没有试过 不受某些人影响 有些人想影响你 但你可以不受 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试过 有试过有受人影响 好像多些 那你就说 其实我分别 我是不是一定要给他影响呢 是不是一定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很不划的 是吧 很不划的 因为他烦了一天 一夜 两天 三天 一个星期 一个月 几个月 很不划的 在想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处理到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会有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之后 我们又会回来 我又想讲一讲 不要简单 讲一讲一点 在7月14日 就有一个 你们的圣灵营 你们是帮手服侍者 你知道吗 帮手服侍者 需要圣灵的恩膏 我今天这几堂 我为大家祈祷 我会帮助大家 如何有圣灵的恩膏 这个是需要学习的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渴慕的心 我们现在继续讲 关于处理负面思想和情绪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 其实 你当你冷静 当你平静 而那东西不埋伤 是不难处理的 不埋伤不难处理的 是难是难做什么呢 埋伤 是你最体重的人 可以 它影响你 它就难处理了 譬如你分解法国 哇 你的丈夫太太 或者你的子女 做一件事是对不起你的 哇 哪个人断理 你都好像很难受 但如果他真的做一件事不好 就是不做都做了 那你很激气很受伤 当然会的 一定会受伤 但你继续激气受伤 会不会解决到呢 就是譬如他真的对你有些事不好 那你一路受伤 一路不开心 那会不会解决到呢 其实解决不到 那 所以呢 如果我们真的想能够 按照神的方式 活出神的生命 我们被人影响了 那已经发生了 现在有时是这样的 可能当中你们的家庭 都是有一些长期的问题 就变成了令到我们觉得困难 但是呢 神总有出路 比如有些人呢 我都很多次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妈妈找我帮 我儿子又不上学 又不读书 又不做工 又不聊天 又不出房 常常在一个房间 就睡觉打机 日夜都颠倒 怎么办呢 那我说 有些情况我都会去帮 就是我看情况 那我说 那我说 你试试打一遍你的儿子 跟你谈一下 看他会不肯 多数都比较困难 那我就跟他儿子 那时候 你又这样又不行了 你又怎么办 你又怎么办 我先来见你 你都不肯 我说 我说 你刚才说的 有些气密 那个口吻怎么样 是有些不开心的了 那你不开心 他又怎样 他又不开心 那他就肯不肯 他就不肯了 就是他不知道 原来他长年累月 都是这样对他的儿子 他长年累月 都是这样 那儿子很难改变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子女的问题 都是由父母那里开始的 但是因为 我相信你们都不是有些 小小的小的小孩 就是你们的年龄来说 就是已经成为过去 不过呢 现在可以挽回到多少 就是你越平安 越轻松 他改的机会越高 你越猛 是越难改的 那当你明白这件事的时候 神啊 我想走出神的计划 我想让我家人 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我放下我的自我 放下我的思想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最终 是神负责改变他 和他自己负责他的生命 我都是一个部分 不过不是我能够真的改变 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有些时候 是需要放手的 但我放手的意思 不是不帮他 而是不要因为他 而那么激气 那么猛烈 而是呢 我放手 我接力 他是好 就是比较难处理的 那我 我 越放手 越轻松 我越能够帮到他 我越不放手 我越帮不到他 就是这种的放手 那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 如果你家人 或者你相处的人 或者是 和侍奉的人 而你觉得很难搞的时候 你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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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我先 我怎么样 在神里面平稳安静 我心里 轻轻松松 就是说 神在他心里都有计划 神都想改变他 而最终是他面对神的 但我有做到什么 我都要负责 所以我首先 第一件事 我接留他有这个问题 他既然在这个位置 我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我们需要辅导呢 辅导 你和你家人 你就不要告诉我们辅导 不过你真的会辅导 但是这个方法 基本上 因为这堂不是说辅导 但我简单地说 辅导的观念是什么 譬如这个人在这个层次 你想到这里 你又能够 你今天开始祈祷了 祝你生命 爱主啊 爱人啊 他会不会真的听话 不会啊 为什么要辅导呢 就是他不肯去到这个位置 即是去不到这个位置 他都没有能力去到这个位置 那我能够帮他什么呢 我们是逐步引导他 探讨 探讨问题 然后引导他 咦 现在很多时候 因为人的问题 都是来自 我们已经跟人的关系不好 他已经对我们的截立 他已经觉得我们很紛 所以已经有这个障害了 所以第一个是让他感受到 我现在轻松了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不要这么 叫逼你了 我呢 即是能够接流你 延众的状况 我是慢慢去 去帮他 这样的时候呢 首先这个障害是除了 然后我才能够引导和辅导 那么引导和辅导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 两夫妻走在一起 有时候我辅导 我很多次辅导 如果我说 丈夫你爱你太太 关心她 聆听她 太太你不要太控制你丈夫 顺服一下她 对她柔和 我说完 拜拜 你回去做吧 她会做啊 不可以做啊 不可以做啊 因为她的心未想啊 所以我怎么做呢 我引导她 我听她说 有些什么 当然我如果说到辅导 我通常来说 第一句是正面的 盼望先 你觉得你的丈夫太太 有没有好的地方啊 你们的婚姻 会不会可以进步啊 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啊 你有没有信心可以进步啊 你想不想进步 我问了你这些问题先的 那我们想的时候 让她沟通一下这些正面的 然后呢 当我们去到处理这些问题了 那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做呢 我就会 去问她了 你觉得 在这个关系里面 有什么困难啊 那然后呢 我就会去问她了 譬如她又讲到一些情绪啦 大家的说话啦 那我就会去探讨 这些困难是怎么样的 那两方面都讲的啊 那很多时候呢 多数是太太找求助比较多的 因为女性求助比较多的 那太太来问我 哎呀 我丈夫又 她又不说话 哎呀 她又不关心 哎呀 她又不理我 那我去听的时候呢 我就听一下她丈夫 那丈夫就说 我太太呀 好啰嗦啊 哎呀 好逼我啊 哎呀 我有什么做不到 她又好猛的啊 其实两个都有这个问题 那我又怎样呢 我又两个都不控诉过 我听完我丈夫说 哎呀 我都知道你觉得有压力的 觉得很难的 啊 那你想不想能够有简叫方法 你太太回復以前拍拖的时候那样恐怖呢 就是去引导她 就是我不是叫她这样做 我说你想不想去回这个位呢 这个就是引导了 一直引导她 进去思想 去探讨什么方法 两个都探讨 那两个都听完呢 就是有时候辅导呢 有些丈夫跟我说 她说 真是多谢你 因为呢 今天我太太听到我的心声了 我今天能够讲我的心声出来 你又接入我的心 我里面的感觉 那这个呢 就是改变人的很重要一点 就是能够聆听到人的情况 感受他的情况 然后逐步引导他 这个详细 我不能够在这里说 但是你上网找叶牧师呢 YouTube的找叶牧师呢 辅导呢 是有很多讲道 而且也有个案的 有些例子 我帮一些人的 好了 这样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知道 总有方法处理 当然有些是很难处理的 比如说有些关系 他们有分外情 又跟另外一个生孩子 那些是比较困难的 那些情况就需要考虑分手 那在侍奉里面 这些是最严重的 有些人是不能再侍奉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刻意破坏 他刻意讲闲话 他又不肯悔改 这样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他处理 他又不肯悔改的时候 我们需要停止 这个是最严重的 不过很多人就不是那个位置 很多人是比较 总之他是他的性情状问题 这样的时候 我们首先不给他影响 因为我们给他影响 我们自己不行 我们就变成了不得中立 我们就会有猛杂 所以就是说 相信几种东西 人不能够承担任何负面的思想和情绪 一起说 人不能够承担任何负面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你每天起床 哎呀好惨 哎呀好大压力 哎呀想到事物就害怕 想到事物就害怕 想到事物就害怕 如果你每天这样下去 你的内心会有什么发生 焦雷抑鬱 可以有情绪病 如果我们每天在这种状况 不单止不释放到 是会有情绪病 而多数人都是有一些些小的情绪问题 有些又严重一点 有些又少一点 但是总是有些压住的感觉 其实是否需要处理 而需要处理第一件事就是放手 我不能够改变全世界的 我只能够尽力做 人不好我接受他的罪性 我就不用背着 他说的话不会改变神对我的看法 现在我说一次 他说的话不会改变神对我的看法 他说的话能够破坏神的计划 神在我心里有奇妙计划 我的心里可以大大发飞 我不需要被人的情绪影响 我可以心里平稳安静 而总有方法解决人 解决方法第一就是我不给他影响 我心里有平安安静 有平安安静 即是说他有问题 不代表我继续去犯好 这是第一件事我们需要学习的 第二 第二 在有困难的时候 如何处理 不开心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很简单 我心急 因为我经常都要写东西 有时想洗灰 急快点洗完 心肯定想快 想快 心肯定会有感觉 不需要感觉 那我现在学习是什么 洗完手 走去享受神 神 神 不要想着一会做什么 即是我发现 我也不能够承担心急 即是我不能够承担心急 如果我承担心急 我里面是会不舒服的 所以我们接上的事情 我们不是铁人来的 我们是需要处理情绪 复免情绪留在心中 是很痛苦的 痛不痛苦 是痛苦的 你有没有试过 试过 试过 试过是怎样呢 有负免情绪 即是要拆解 有人说说不要被他打低 然后说 哎呀 阿神啊 我被他打低了 哎呀 阿神啊 帮我帮我帮我 慢慢起床 一个星期后起床 然后他又说 哎呀 又来过 这样 是不是很惨 这样呢 真的做人都很惨 所以我们要学习 不要紧要 我接受他 是很容易伤害人的 那我就用太极拳 四两射才行 他几大刀 一拳打过来 我不是顶他 一射射开 他说的话 没有权命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因为神体中我 我是很宝贵的 我可以起来平安的 虽然被他说完 你不会立即起来平安 但是你说 我起码不给他影响了 我不是打低了 我不是跌低了 而是我是转了转身 接着我就转身 就说 神啊 你在爱我真的好 神啊 你真的好 你不是好像世上的人 那样对我 你是常常都爱我的 常常都关心我的 我可以放松了 即是尽快去恢复我们的情绪 不让人困难 我试过一个星期 有五篇道 要说 糟了 一篇都没写好 我心里有点急 神是给我的意念 你五篇道都不能一起做 那你就先做第一篇 你做第一篇的时候 你不要急着想大一篇 你现在做这个篇 那当然 我有五个广道 我就不能够 一篇都这么长时间 我就要快些预备了 但是我做的时候 不要想着一会儿要做完 我就是做这个才做下一个 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不过就心里很急 越急都会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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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做什么 有没有很多事情 我都做不成了 结果一样我都做不到 甚至有些人会崩溃 哎呀呀呀我现在不行了 不行了 哎呀我不做到了 不做到了 放弃了 有没有什么情况 忽然间好像太多困难 我们学习就是说 有多少东西要迫来 我们只能够做 做完一样才能够做 你做一样的时候 你就平静了 亨纳哥 我的心平为安静 我在预备述声的时候 如果你要煮饭 什么做事 Hallelujah 就是刻意处理我们的情绪 这是需要学习的 我现在简单地说 有没有问题 大家有没有在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被一些情绪影响 如果你有这个情况 待会你完了之后 我们除了帮大家操练恩高 也都可以大家留下 我们可以和大家聊一下 去帮一下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就是说是需要处理 是需要处理的 是需要处理的 神会给我们聪明智慧的人 神会给我们聪明智慧的人 我是重要的人 这些信念可以宣告 你的信念就更强 情绪难 为什么呢 你被人骂完 如果你今早刚被人骂完 你听我说完 你心里都很耽着 你需要一直赞给神 我真的放心 我真的不能承担 是不是被人骂完 我心里很耽着 如果你受落了 是很辛苦的 你需要如何呢 就要放手 是他的问题 我不用背着 广东话一句 不要 拿屎上身 是人家的问题 我们不能拿屎上身 我们承担不了 我们是承担不了 所以我们只能够放手 不要紧 说一句话 在空气中 一秒钟都不够消失了 已经消失了 那句话 是不是 不过我们当然是抓住他 那你不要介意的时候 不要紧 他骂了我不死 他骂了我不会变样 我只要不放在心上 这样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情绪都可以处理到 并且感觉 你想行一神圆的计划 是一定要处理情绪的 不处理情绪 你去不了多远 你去不了多少 但你处理情绪 你就可以帮助到人了 刚刚我所说的 这个是轻松得性 你上网找轻松得性 就是找情绪业牧师 不是情绪的业牧师 而是通常是处理 不过我每一个篇 讲到不同的 不如我讲到情绪 我有个情绪的字 还有轻松得性 你听回那些 你听听一下 慢慢你会入心的 好了 跟着我们现在看这份东西 里面就有讲到不同的感觉 第一个是重担感 即是有了压力感 那麽大方摄了一章 就说 努苦丹重担 可以到我自己来 我就事都不能安息 即是神可以叫我们安息到的 那你又说 我还没得到 那怎样呢 是用各样的智慧 什么各样的智慧呢 看圣经 又去思想 看圣经很重要的思想 其实有时候 你不要想着我看多少章 你看到那个金句 你思想应用到 已经很好的了 你一路思想 耶稣说 烦努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他那里 就得到安息 那你就说耶稣 你就将他思想 怎样思想 耶稣很厉害 耶稣说来到他那里 就安息 即是耶稣里面很安息 耶稣的本性 有没有说过这个属性 法阳神属性 神的本性就是安息的 所以我现在 我就放下我的烦恼 我就想 我的烦恼放下 我就来到神面前 我心就开松了 一路赞美神 感谢耶稣 赞美耶稣 你想释放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这么想着 我要释放这些东西 我要释放这些东西 为什么不释放到呢 我要释放这些东西 那你就想到 你就是这样 你不断想 你不断想 找一些诗歌 赞美神 跳一下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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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些诗歌 忘记一下他 去走一山 感谢耶稣 那些蝴蝶花 真的漂亮 不要一直想着 不要一直想着 那个人真是坏 那个人真是坏 有个心想着 你这样想着 你就很难清 你有重担 你去想其他东西 有时帮人就会松一点 是不是 我发觉 你帮人 去找人聊天 会松一点 总意就是 不要把那种重担 放在你的心中 不要背着 一直在反复思想 而是 来到身近神 你都可以和人 有一些帮助 这样的时候 心就会松 但也要留意 当你有困难 你和人讲的时候 你主要讲自己的困难 你就不要去夸大 那些困难 最好 当你讲人的困难 你就要找辅导人 或者找一个牧者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你的教育中 哎呀 那天早上说些话 哎呀 什么什么 当你多做几次 你的教育都可以分裂 所以你有这些困难 你不能够随便找个人 就可以讲讲讲 这样的时候 就会造成教育很多问题 好了 被伤害感 因为神就要参与 神参与我们医好伤心 伤心是需要医治的 所以医好现在的伤心 就是说 祂伤害我 但耶稣接纳我 耶稣爱我 其实祂的伤害 不需要入心的 祂说我一个月 我不一定会受伤害 就是我们相信 负面的说话 不一定要入心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伤害 可以亲人神可以处理 以前那些亦都可以回来 回来 有时候你洗碗 走路 坐车 有时候想这个人 他怎么伤害我 一个方法就是 想起他 其实他受了很多伤害 其实他都很可怜 他都不懂处理他的情绪 所以他伤害人 那我的心就连接他 我就遥处他 我就祝福他 如果我心里祝福他 慢慢的 你心就不介意受我的伤害 其实我很宝贵 神是要祝福我 并且你可以这样 和你以前小小的那个说 其实你将来 你知不知道 你将来祝福很多人 你神很体重 神在心里有奇迷的计划 你和你小小的那个说 让你知道 你是很宝贵 即任何一样东西 你受伤害的地方 你就会回那个位 你祷得医治的 如果这些地方 你需要帮助 你可以告诉我们 但是没有人欣赏了 耶稣呢 很特别的 耶稣说到欣赏 耶稣不是说 如果你帮一个人 灵命很大的成长 你就必得赏赐 是不是耶稣这么说 耶稣说什么 一杯凉水 哇 耶稣就是这样 一杯凉水容易吗 你有没有试过做过 你这杯凉水 有没有试过 不能不能赏赐 耶稣鼓励人真的很好 耶稣不是说 你要做大大事 那我就赏赐你了 你做得最少的 我都赏赐 所以你做得少的 你就可以继续做 对吧 耶稣呢 是很欣赏我们的 所以没有人欣赏不要紧 人总是这样想的 你有做得好 不过有很多做得不好 那就是做不到 人会有时候 讲这些话 我们就学 好像耶稣那样 欣赏人 我听你有招呼人 你有关心人 你在小长有投入 这些都是值得欣赏的 那你就欣赏他 鼓励他 你欣赏人呢 你又欣赏自己 譬如很简单 有什么事 你有依靠神 你有得力 那你可以第一欣赏神 第二欣赏自己 感谢神 神在我里面做功 感谢神 第二 你欣赏自己 感谢神 我都懂得听耶稣说话 我懂得顺服耶稣 结果我现在都释放了 那你就欣赏一下自己 现在你跟自己说 我欣赏自己 我也有听耶稣说话 多谢耶稣 我有被耶稣改变我 多谢耶稣 知道你不要变得骄傲 但是我们熟学欣赏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 我没用的 我是废柴来的 我是没用的 做不了事 其实我们不要 这样的说话给自己 我们个个都深信 神可以大大用我 一起说 神可以大大用我 可以一步步提升 可以一步步提升 这样的时候 你的人就会正面 正面 你发现当你正面 你真的做到事 当你鼓励到一个人 你就鼓励别人 你发现我们鼓励到一个人 这位姐妹在加拿大 特意过来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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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大 是一起 跟我合习 一起去服侍 那 他来到他 初红星的四年因高 现在祈祷也有了 我感谢神 我又欣赏他 很大进步 很快进步 那他觉得 咦 那就是进步了 不难的 不难的 对不对 所以七十四是你进步的日子 对不对 所以 你就预备好 预备好 更多吐告 充满能力 好了 就是神欣赏我们 我们要欣赏自己 然后跟着孤单感 有时 哎呀 没有人陪同 我们注目 没有人陪同 有些人常常找有同行者 例如有 有 就是礼物 但是没有的仇 不要只是去捏同行者 有些人就是整天捏同行者 因为他就是想找人 找朋友 其实当你有神 平稳安静 整天关心人 你一定有同行者 自然的人喜欢跟你一起 但有些人 他总是想找人 扔着人的时候 有时过去 即那些人去跑去 所以有孤单感 你说 有些人说 与我同在 我必不惧怕 因为你一定跟我一起 有些人说 跟我一起 我虽然行过死任邮谷 我亦不怕 因为你与我同在 还有自卑感 有时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但这个自卑感一定要清理 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很宝贵 我是王子公主 王子公主会说 哎呀 我都没用了 我都是废柴了 不会这样 他说 我生命很重要 很宝贵 我父王给我很多东西 我们的天父都是给我们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卑 但这个 由自卑转做 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在 需要时间 我都说过 一日进步 一百分之一 行不行 行 已经慢慢 一百日就一百分之一 所以不要紧 进步少一点 不要紧 其实一日可以不止一百分之一 你一日总是说 神啊 你爱我 我是重要的 这套经文就说到 神呢 你所敌的日子 我上面那天 你已经写了你的策照 你已经认识我 并且已经计划了 有一日你去到天堂 看见 原来神写得这么好的 那你的心就说 哇 原来我可以做那么多 不过我做得那么少 现在还不是太迟 你现在可以 不用想着什么大事 你没有想着一百人的报道会 你只是想着一个人 帮一个人 神要欢喜 好 看从果效和成功 有时候 没有果效 没有人 每个人都不得帮助 我想问你 你真的努力去帮 他不行 他没有改变 神会不会纪念呢 神是看果效 还是看你有没有努力 神是看你的心 对不对 在临前四章二节 这个经文 希望大家念了 所求于满家 是要他有忠心 你忠心就可以了 当然你忠心 要做得那么久 都帮不到一个人 改变 那你都反省一下 为什么 那你找个方法 不过你有努力 神都欣赏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 我是失败者 就是看重 我真是忠心 我以前也曾经试过 给一些童工背后说话 就是当人看果效的时候 就会说一些批评的说话 当时我受很大的伤害 但是我看了这个经文 很大的安慰 我真是有努力 我真是有尝试用不同的方法 虽然未达到这个果效 但我真是有努力 当时我看了这个经文 我就说 神都接纳我 但是后来当我经历圣灵 就很不同了 我侍奉就一直不提升 这个大家都可以的 有没有见过一些EQ很弱的人 很容易受伤害 很容易就烦了 很容易不开心 那你说 我也比他好 那你比他好 我们就追求 真的人家说什么话 都不受影响的 时时的心都是平安静 时时都是开心的 开心是要刻意提升自己的 我也是会提升自己 怎样呢 赞弃耶稣 耶稣爱我的 我可以开心的 就是我每天都提升自己 我起床就说 多谢耶稣 阿里雷亚 神在我心里有奇妙计划的 我每天都给自己的好东西 每天都用神的说话 去提醒自己 第二 能够集中学习 讨告思想 聆听 沟通 那加上有点自学 能够集中 我们想提升 一定要学人能够学习集中 那我没有集中 那怎样呢 由讨告开始 讨告开始集中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哈雷亚 耶稣你真好啊 想着耶稣在前面 不用想他的样子 多谢天父 耶稣你和我一起 真平安 当你的心 专注在耶稣 为什么想到第二样 你立刻想回耶稣 和看圣经 专注想到一个经文 一字经文 专注去形容 你学习到祷告和看圣经 专注 你这个人会专注的 是需要学习回来的 比如我已经能够很长时间 专注祈祷 是学习回来的 练习回来的 第三 牵卑受教的心 如果我们部人领袖 想给神用 是一定要牵卑受教 就是说 有人告诉我 要改善 是我的福气 所以有时候 我太太提我 我说多谢你 因为要提自己开心 但是人的本性 是不会想开心的 有人提你 当时我们觉得 又失败了 但是我们提自己 他会提我 我有机会改善 是我的福气 我自己留意过 就算我太太这么温和提我 我都发觉有不开心 因为人的本性 我们都是罪人 有人提我们 说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总是有些不开心 但是我就告诉自己 感谢神给我一个好的太太 感谢神没有听到她的机会 听到这个要提升的 感谢神我可以改善 我就可以做得更加好了 行不行 大家有没有想起 你曾经有人被人提议你改善 你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有些只是内心不开心 有些是直接发烂 转身走下去 发脾气 你说我不做了 你找人做了 有些就会有这样的反应 或者口上说 心里想不过还没说 但是还是不好 接着第四 愿意应用所学的 学习了能够应用出来 我今天都说了 不同的东西 处理情绪 这些这么多点 都是我们个人质素 如何提升 比如说到自学 其实我生命中 很多东西都是自学的 我都说了 我昨天我弹了几个月而已 但是我看了那些人弹得好 我又见到他 我问他 可不可以摄录你啊 接着我摄录了 我就跟着他练 我就是这样刻意地自学 然后我又问自己 我做得怎样呢 可不可以改善呢 就是每一件事都是这样的时候 比如说到都是 我怎样可以改善呢 我怎样可以提升呢 怎样可以更大的祝福呢 我又问神 神是怎样更加有效 将你的恩典传给更多人呢 那这个就是刻意的 是专注 就是说我的生命的宝贵 最重要就是那个来源 就是神这么爱我 我生命这么宝贵 你没有不宝贵啊 你的生命 是很宝贵啊 只能活一次啊 你是不是等到你 哎呀 我都不能够了 那时你才说 好了我现在是奉神了 是吧 是趁现在啊 趁现在 现在你越是奉神 你健康的时间越长了 如果不是呢 你慢慢 每天都不开心呢 很快身体就有问题了 好了 接着第五 都要学习分辨的能力 分辨什么呢 当一个人跟你沟通 当一个人有问题 我分辨他是什么能力 但不是批判 仍然说他有机会可以改变 他可以进步的 有人可以帮到他的 有时是我帮 有时是别人帮 有时不一定是我们帮的 我分辨到这个人 是容易发脾气的 既然他容易发脾气 我惹不惹他啊 不要惹他啦 他容易发脾气 我还在给他很多提示啊 不是啊 这个人不容易受的 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如何处理这个人 和分辨群体 譬如在这里呢 那个气氛呢 可能会不同一些群体的哦 你去到另一个小组 可能那些小组的人 不是那么投入的吧 你个人都很投入的 那就是主啊 肯去操练我 肯去侍奉我啊 肯去侍奉我啊 那你跟不同的群体 你做不同的事 有些群体他不接受的时候 有些事情你做不到的 那我们要分辨啊 分辨怎么帮助某些人 或者是某个群体 那有些群体你可能需要 很有耐性 但是神欣赏你的耐性 虽然你可能帮有些群体 很快的哦 我试过有些群体 他需要有些帮助 一次立刻成群人改变 但是有些人呢 真的你需要很长时间引导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分辨了 好了 第六了 就是我们对神 对群体和人的忠心 对神忠心呢 就是我全卫生 侍奉神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 我与卫生侍奉神 好像我那样 我已经65岁半了 很多人已经接近退休年 但是我真的没有人接受 我快要退休了 真的没有人接受的 70岁 哎呀 四年半太短了 真的太多要分享了 80岁左右太短了 真的不行了 神给了我多长 我就活多长了 毕竟我活的时候 我也是神给我的力量 去做得更好 但是我都接受 有一样东西 可能到某一个年龄 我周围列国去 不是很难的 我都要接受这样东西 所以我趁我现在可以去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可能我就是 写事为主 或者教导 和写事 就是我都要分辨我自己的情况 但是我是对神完全的卫生 还有对群体 对人都要忠心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跳槽 总是不能够找到一个群体 他能够在那里服侍 你没有一个群体 你不能够有中心的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群人 我们只在那里粗面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一个群体 你中心的 如果真的有人说 我群体真的有很多问题 那你就问神了 到底我是不是 神你差派我去改变这个群体 因为神你差派我怎么方向 这个就是神去带力 不是人去说的 而且对人都是忠心 对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祖元 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家人 我们都对他忠心 这个都是一个 牧人影咒的质素 对什么人都忠心 有些人就对教会很忠心 对家人不忠心 整天都失踪 没有负好责任的 譬如你要出来侍奉 可以的 不过你安排家人 怎么吃饭 就是你有方法安排到的 接着第七 我们都要学习 这里都是说到 佛人领袖的个人质素 就是组织思想和文表达的 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你想计划一件事 需要组织的 那你组织要跟着学习 如果你想 你可以找何传道 因为他要组织很多 他有很多经验 你说我要在教会组织的 你问他意见 他可以给你很多意见 他这个组织的能力 和表达的能力 都是需要学习的 我将我们思想有条理的讲出来 有些人分享 第一就是不知道去哪里 就是讲什么主题 第二个主题 讲一下你又走来走去 或者不是向着方向 我们都要学习 你想要被提醒 这些都要学习的 那你说 哎呀我不行了 我年龄大了 我现在都不行了 但是总有一个位 你简单 简单 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向着这个方向去 这样去进步了 然后第八就是安排组织和行政的能力 我们都需要 第七点我讲到思想的组织 我们思想的组织 又是行政 我们都需要学习的 我来说行政是弱的 但是我自己提什么呢 第一我感谢神 我太太帮我了 还有第二我就是提自己 我想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需要做多少个步骤 有时候我会问我太太 那我其实我是学回来的 怎样行政的 我就说我想达到这些目的 我要怎样做法 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当你做惯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慢慢一步步 那这都是大家回去看了 就有些什么提升的 而事奉人员的叛脚石 贪财 异性 有时异性的问题 就不一定会上床 有时你就 见了一个一起事奉的人 你真的跟他好好谈 结果你跟他好谈到 你就喜欢跟他谈 多个跟你的配偶情 这样的时候就可以造成一个危机 如果你喜欢跟他谈 总之见他就喜欢黏着他 一起去吃饭 那这个就可以有危机发生 所以我们从异性 一定要有界线 一定要有界线 最重要就是不要有依赖性 当你一依赖那个人 就已经过了界了 你觉得我要那个人一起 我才开心 那已经有问题 那个人就需要 我们就需要跟他隔离 如果你想不想跟他隔离 就像普通人般交往 那就没事了 你就不要黏着他 一黏着就有问题了 婚姻家庭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婚姻家庭 有问题 人生问题 负面思想情绪 本来讨论问题就是 讨论我们个人有什么强项 去感谢神 如何发挥 药行 如何处理 而我说到在分祖的时候 不要教导 不要一直教导 而是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困难 我们大家讨论探讨 探讨的意思是 有这个问题 我怎样去解决呢 这个探讨 就不是在那里教人 有时候人分了 分了就教人了 你这样祈祷吧 你遵从神 你这样不要理他 这样的时候 人就听到 就会觉得 好像未教导 第二 你最想建立 国人领袖的 什么 个人质素 如何去建立 所以大家去思想 好